我现在讲 也有大概两三周没更新奥特曼了吧 因为这次的1000账确实点了有两周内啊 不过既然现在点到1000账了 那本期视频就来更新奥特曼生产的第十一期吧 还是一样啊 这一期视频点赞过1000 直接爆肝 虽然很久没更新了 但是评论和弹幕我还是一直有在看的 那么这一次最多票数的是 耳机宝宝 也就是艾克斯奥特曼呀 那么本期视频还是老规矩啊 你们可以把下一期想看奥特曼打在公屏上哦 评论区也是可以的 两个我都会看 诶 我那么久没上线 怎么门口蹲着一只章鱼哥啊 这里不是海棋宝啊 章鱼哥哥 拜拜您呢 其实艾克斯的人偶 还是非常容易获得的 随便挖一挖应该就能齐了 那么艾克斯人偶的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我是有两个的 先制作出艾克斯的标配变身器啊 不过在家里变身的话 后期做动画好像挺难做的吧 先出去好吧 诶诶不是 我可以后期小黑扶呀 来吧 耳机宝吧 不过话说 我感觉这个模组的内容 都给我玩的差不多了 除了收集剩下的奥特曼装备 确实没啥可玩的了 但是作者那边也说了 在暑假会迎来一次大更新啊 更多的怪兽啊 更多的奥特曼什么的 还会有剧情模式啊 CADM版本已经出来了 但是还不给录视频啊 剧情模式的话 等到暑假 估计我也会给大家玩一下 对了哈 话说回来了 大家放暑假了吗 已经放暑假的可以扣个1 还没的可以扣个2哦 诶不是 我就说不对劲 我怎么变成艾克斯来挖矿啊 不是不是 有毒啊 这太浪费了吧 那么我也是挖到了两个哥莫拉人偶了 这里就会有人问了 为什么需要两个哥莫拉人偶呢 因为做装备一个卡片也需要一个啊 这么少就不错了 先来做一个虚拟哥莫拉形态好吧 不过当我看到这个配方表 我就觉得这个形态它不可能厉害到哪里去啊 当然啦 肯定还有很多人喜欢爱雷王啊 安排妥当好吧 那么先来背一首哥莫拉形态 小黑屋走起 这两爪子 说实话第三人称看起来有点尴尬的呀 像是拿起来一样的 但谁让这是一个第一人称游戏呢 有论位了吧 那么这次来打的依然是沙包啊 那么这次来打的依然是梅菲斯特啊 是真的好打 还可以很好的尝试奥特曼的伤害啊 完了你们看 好得召唤的是梅菲斯特啊 伤害是真的低 这和基主形态没有啥区别啊 可这刮杀呢 哟哟哟 它给卡下去了啊 我升级换个爱雷王好吧 继续小黑屋 爱雷王的武器就是这杆炮啊 不是还这么低的吗 太低了吧 再来试试 我丢这喷出来的是墨影珍珠啊 真的不至于伤害这么低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形态也是需要人偶啊 要打的怪物呢 也是需要更多怪物人偶来进行召唤的 那我呢就继续去当矿工了哈 朋友们最终形态来了 用上所有怪物力量的奥特曼到底有多强 看着哈 又有3D建模了朋友们 太帅了 上次看到3D建模还是赛罗的帕拉吉之盾啊 没想到艾克斯也有啊 太帅了太帅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其实艾克斯也有帕拉吉之盾啊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知道了可以吧 知道打在公民上哦 认真看剧的人应该挺多的吧 幻且是有赛罗的客创 应该很多人喜欢才对 但是这格力渣也太拉了吧 不过他的虚无好像也没有什么谎言方法啊 但是嘛 在最后确实也得让我帅哈 你们说是吧 妙